我们这次来啊,主要是想给朱莉亚买一套房子 家里不是有房子住吗?干嘛还买啊? 老金同志啊,你是不知道 你们家小花同志啊,老是拿朱莉亚没房子这个事情来说是 所以我们干脆把老本拿出来,给朱莉亚买一套房子担住 赏得他们在一起啊,老是搞毛疼 是的啦,亲家公,你不晓得呀 我们家朱莉亚跟他婆婆吵架呀,都吵到了离家出走的地步了 没什么严重 我妈的心额你也知道,有时候拦引拦不住 是啊,亲家母这个人呐,太过分了一点 是不是觉得我们朱莉亚娘家人不在身边呢? 你说把孩子逼的,都离家出走了 亲家母,误会,肯定是误会了 虽然说最近家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太清楚 可是,婆媳嘛,时间长了总归会有矛盾 自古以来不都这样吗? 是啦,我们也都是知书达理的人 是是是 这个,婆媳关系有点问题,没什么 但是,她也不能总这样子,说我们家朱莉亚没有房子住 赖在她那里什么的 算了,算了,这些都不提了 所以我跟她爸爸商量好了 我们呀,在北京给朱莉亚买套房 让朱莉亚单独出来住嘛 不过吧,就是以后呢,亲家母想看她儿子的话 那可就算是走亲戚了哦 别,别别别别 买房子毕竟不是小事儿 再说,家里边也有他们小羊口住的地方 是啊 这个事儿,二位是不是在慎重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了 我们已经决定了,是不是老朱啊 是,就这样的 老金啊,你要有事情你就先把我们再看看,好吧 诶,朱莉亚,你刚才说的是这个 哦,对的就是那个小羊口 哎呦,我顶成呗,来我算算哦 我问你,朱莉亚为什么离家出走 你儿子为什么要给人家当养老女婿 我跟你说为什么哈 不不不不,咱只说自己,不说别人的问题啊 我,我承认,我也有,有,有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有点急躁 但是她呢,她太任性了 我说两句,她跟我顶起来了 有她这样的吗 我再说一遍,咱不说别人 就说你自己的问题 你今天干嘛来了 你今天批评我来跟我上课了,是吧 我不是让你去做工作吧 你做的怎么样啊,坐下给我汇报一下 人家丈母娘娘说话就把房子给买了 你儿子就要上门伺候人家去了 你还牛什么呀你 你听她的,她买得起呀 北京房子多贵呀 她,她一个小小干部,她买得起房 不用你操心 你现在应该好好想想 你儿子伺候人家去了 你闺女也嫁人走了 这间房子就你一个人空手着,干嘛过啊 哎呀,我怎么过不用你操心 我对策了我,我搬老李那去 老李那房子大,我搬过去不就完了吗 这事,你不用你管 我还把这个房租出去 到时候还,我当收租盒还应该不少钱呢 老李,老李,老李,你让她现在就娶你 她现在娶你,算是有本事 你别将我 我不是将你,你要她来呀 别老拿这个吓唬我,谁吃那套 我还提醒你,半路夫妻没好下场 我愿意有没有好下场,跟你没关系 行,没关系,以后有事别找我 别让我给你擦屁 你文明点 我就不文明了,怎么着了 你还反了今天呢 怎么着,我反了 你还怎么着呢 我跟你讲,这儿子就随你 我今后找这下就得看个基因 就你这种就是遗传基因 太差了 我爷爷就这样 你爷爷就这样 你爷爷不是那样 你能那样吗 你不那样 你儿子能那样吗 真是,就是遗传惹的祸 我跟你说 干把新的了 送了我 送了你,你要吃 你赶紧走 你还可以吃呢 送了你,喝香蕉子 送了你,要吃 我说你这个人啊 就是要堵这个鸡 说什么买房子的事情 我告诉你 我们把家里的房子全部卖 光也买不起这里的房子 你懂吧 我晓得 但是我要是不这样讲的话 那个金波妈妈 画什么东西啊 这不是更要欺负你女儿了 我说等金波的爸爸谈这个事情 我们就找个台阶下下 你就是不听吗 金波爸爸在家里说话不作数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的咯 这个家庭是女人当家 你没看出来啊 我不就是想让他妈妈 去把朱利亚请回来吧 甚是的 怎么办 两天了 人家人都不来 不来嘛 好嘞 我们去啊 他不来我们上门好了呀 就怎么直接去啊 去啊 哎 我是想跟他妈妈讲一讲 要来看看我们南方人的厉害 他总不至于 看这两个小孩子分手的吧 我告诉你 我的原则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那个花枝鞘 是吃软不吃硬的 要迂回做战斗吧 我晓得了 迂回 迂回 哎 到时候啊 我唱红脸 你唱白脸 哎 说好了 你不要阻止我就可以了 我也要让他看看我的厉害呀 哈哈哈哈哈哈 我对你这个呢 一点办法都没 哎呦 老朱来来 你跟我去就好了呀 你就跟我去呀 哎 呦 喝点水吧 天挺热的 不客气 不客气了 不客气 嗯 金波妈妈 其实哈 我 跟他爸爸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啦 嗯 金波这几天每天都到我们住的宾馆去找朱莉啊 他回来没有跟你讲过啊 他他不用讲我也知道 是吧 挺好的 那 那我女儿好几天都没有回你们家来住 你都不担心的哈 不是您都刚才说了嘛 去您那儿了我担心什么呀 再说还有金波呢 是吧 不担心 我知道孩子好就行了 哈哈 在哪儿都一样 我女儿跟你儿子结婚的时候 情况你也了解啊 啊 两个人背着我们就跑去登记了 所以我女儿嫁到你们家来 我们也没有提过什么过分的要求 可以说 嫁过来这么久 我女儿什么都没有得到过 朱妈妈 你想得到什么呀 这样这样 这样 小花总统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强谈了 好吧 还是谈谈我们今天来主要的目的 你看我就说嘛 肯定是有事儿是吧 没事儿你不能什么 还有主要目的 我们还是这样啊 就像开会一样的 是吧 这个 还是你讲 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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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领导的惯了 点名呢 让你发言 我讲就我讲了啦 嗯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 亲家母哈 我们就考虑呀 又不 干脆让我女儿出去住算了啦 这不嘛 这一次啊 我们就是为了这件事 特意跑来北京的 我们打算啊 在北京给我女儿买一套房子 嘿 不瞒你讲啊 房子我们已经看好了啦 哎呀 朱莲妈妈 你们太有钱了 房子都看好了 有些家这几辈子 都买不起一套房 我们金婆找的是什么人家啊 找对了 不不不 太有钱了 不是这么讲的 嗯 嗯 我们呢 其实也是 追求一下你的意见 其实这个房子啊 说起来呢 是买给小孩子吧 这这房产证上嘛 一定会有助力啊 也会有金婆 所以我们两个老的也考虑过 这房子 那就我们两家老人合起来买 哎 给两个小的 嗯 钱嘛 也就一家一半 哎呀 计划的真挺好的 我告诉你们啊 根本就不可能啊 别说我没那么多钱了 我就有 我也不可能买 为什么呢 金婆 我就这一个儿子 我还指望他给我养老送终呢 再说我们家这么大房子 我有病啊 我到外边我 我再买一套 你们愿意买 你们就给女儿买 这个我不拦着 但是我这儿 不可能 那你什么意思了啦 你就想让我女儿在你的家里 送你一辈子的气对吧 哎 我跟你讲 我女儿一定要出去住的 你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 那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就是让朱莉亚跟金波离婚 这话越说越离谱了 还跟金波离婚 离就离呗 你以为我们怕离婚是吧 我们是男孩子 金波一表人才 今天离了 明天就有人上门 不信咱就看看 哎呦 你倒是要想好了啊 你们朱莉亚一个女孩子 她离了她能不能找着 能不能嫁出去 这个事是你们考虑的 我们不要跟这种素子低的人打交道 走走走我们走了啦 我跟你讲啊亲家母 我会让朱莉亚去离婚的 爸妈你们说什么呢 我不离婚 离什么呀 是她 你张不娘让你离啊 这下你高兴了吧 你是不是非得逼着我们俩把婚离了 你才高兴啊 那我怎么办嘛 我哪知道会变成这样啊 当初我跟你说什么 别把你爸妈叫来 别把你爸妈叫来 你偏把他们叫来 你爸妈来了 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加不可收拾 那你妈也没让我啊 我平时就她不好嘛 她为什么处处针对我啊 好 好的不得了 那问题是 你 你不跟她对着干的时候 我妈对你也挺好的呀 你知不知道你们俩这样对着干的时候 谁为难 不是你也不是我妈 是我 是我 那你就不怕 我真的给你离婚吗 我就是不想离婚 除了你跟我爸之间有点矛盾之外 我们俩有什么矛盾啊 那怎么办嘛 那怎么办两半 那你这闹成这样啊 这关不理都不行了 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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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肩上了 没事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生病 因为每次生病 就不用去上学 也不用写作业 帮我妈照顾我 还好得好吃的 大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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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你了 我们来看你了 都来了 李生你 嫂子也在 我说你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严重 商评价什么时候才能好 很快 你们一说我才放心了 我还以为你是过来 找回要工资的呢 老吴也来了 来看看你 谢谢你 金娜 我这 那个粥 粥还没喝完呢 我再喝两口 我整个店给我做的 特别好 这粥也凉了 算了还是别喝了吧 没事 我再喝 我去给你打点水 我手疼 子娜 刚才 书也说了 你看这手都肿了 你给我闻闻 快点啊 吐死了 你嫂子饶得特别好 好 手了就不疼 金大夫 啊 你出来一下 有事情吗 好嘞 我先出去一下 你们先聊 特别忙 医院都需要的 你说你 不好意思 我上趟洗手间 金大夫 咱俩都是医生 我呢 就这样不会了 这是片子 你的朋友 在这次车祸当中 左腿神经 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可能会有 瘫痪的危险 因为他在车下面 压迫的时间太久了 有一段神经损伤得很厉害 还有康复的可能吗 一半一半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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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